党争焦点看到的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因为罢免案解除职务 补选前的代理市长玄缺传出将由高雄市府参事杨明洲来担任 今年63岁的他在高雄市府工作长达有36年时间 从最基层的工程师一路当到建管处长、公务局长、陈局时期的副市长 甚至在2018年蓝天变绿地 韩国瑜上任也将人给留下续任了熟悉市政获得蓝绿肯定 加上政党色彩不鲜明成了出现的主因 因为人事命令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杨明洲在上午是请假的 不过最后仍然现身在市府 他表示还没有接到指派 不过身为公务人员长官交办的事情会全力以赴 另外寿命的心情怎么样 那下午行政院才会公布 此刻的他还是高雄市府参事杨明洲 尽管对外呼声极高接下代理市长 但行政院还没公布前不敢语举多讲 我还跟我们王国财市长说 他应该下来当救火队 搬出其他人当挡箭牌 说还没接到通知 不过心中早已做好准备 任何一个职务都是长官的交付 所以长官的交付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防汛是第一要务 再来也是防台 那再来就是防疫 今年63岁在市府资历36年 从基层工程师一路当到建管处长 公务局长 秘书长 更是成局时期的副市长 2018年韩国瑜上任也将人留任训用 熟悉市政生活蓝绿肯定 加上政党色彩不鲜明 能快速衔接市政 似乎是杨明洲被选中的原因 接下来还得迎战议会总质询 每一个代理市长或者是我们的每一位所长 都必须要到议会接受考验 这个是无可违避的责任 代理市长是不是自己不愿松口 但前一天这段话 看长官怎么安排 有时候公务人员是没有选择 只要长官交办就全力以赴 似乎也显示他稳中踏实 把市做好的个性 记者叶振云高雄报导